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 今天联合国大会展开一般性辩论 因为疫情改为了网络形势 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发表视频讲话 对中共发出更强硬信息 特朗普之前多次强调 由于中共对疫情失控 导致蔓延全球 白宫多次表示要追究中共责任 外界预期 特朗普还可能继续 提出要警惕社会主义的警告 并谈及中东和平协议 事实上 中共通过附席联合国内部组织领导人 几乎控制了联合国内部所有机构 以及世卫、世贸等国际组织 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 4家机构的领导人是中国籍代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中共代表担任了20多个领导职务 由于中共对这些组织的严重渗透 美国两年前陆续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 《世卫偏袒中共》 延误疫情警报发布 9月3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 美国明年7月正式退出世卫组织 另外 特朗普之前还表示 《世贸组织》 创立是为诈取美国 令中国获益 据报 美国亦考虑退出世贸组织 美国亦考虑退出世贸织